了解神话故事,学习英语单词 宇宙一开始处于一片混沌 在我们中国神话当中是由于盘古开天批地 才创造了现在的世界 而在西方神话当中呢 也有一个混沌之神 叫做Kaos 后来这个混沌之神生下了一个女儿 叫做该亚,也就是大地女神 人们也称她为地母 所以现在很多西方人呢 仍然以该亚两个字来代称地球 在英语单词当中 也有很多以字母G开头的单词 跟地球有关 而GEO这个词根就跟大地相关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 Geography表示地理 GEO表示大地 Graphy表示写,记录 所以这个单词的字面意思就是 描述大地的学科 那不就是地理学吗 Geology表示地质学 GEO表示大地 L-O-G-Y 表示某一种学科 那么研究地球的学科 就是地质学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单词 Geometry GEO表示大地 后面的M-E-T-R-Y 表示的是测量 所以从字面意思当中 我们不难看出 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测量大地的 某一样学科 所以延伸至今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几何学 而英语当中的人名 有一个叫做George 通过前面的GEO 我们不难推断 第一个叫做George的人 一定是跟土地工作者相关的 或者说是农民 你都学会了吗 如果你学会的话 就帮老师点一颗小爱心吧